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回槟城的第三天 外婆家的味道 门丁要给安排上 这口在美国的时候 知道了就已经惦记上了 来吧 来美女 这个黄瓜 你跟老板说一下 别放乱叫 有小孩 你告诉他小孩吃就可以了 对拿一个酒币就可以了 这个二锅头 在车里搁的都 变成热的了 小朋友回来以后 不适应了 不适应温度了 至于 这好喝吗 倒鼻子里了 那天上车就说冷 冷还喝凉水 对冷气不习惯了 把这个你盖上 是桃子味的吗 为什么美国没有彩虹 因为美国你呆的那个地儿 它不怎么下雨 彩虹一般都是下完雨 才会出来 美国下雨 那你可能有彩虹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到 对你今天去的时候 那边竟下雨了 这个门丁肉饼 一定要现包 现包 现做 才好吃 好吃吗 羊肠好吃吗 这包子 包子也好吃 这个小 那个 我现在放的那个小东西 对啊 有那个才好吃呢 没放辣椒 来尝尝 电烤羊肠串 好吃吗 人家腌过 这个电烤羊肠串 就讲究的 就是提前腌制 跟那个炭烤的 现洒佐料不一样 好吃吧 吃吧 多香啊 这真的纯纯的 北京的 北京味道 小包子好吃 吃小包子 不用吃饺子 没事 吃 想吃什么 吃什么 好吃 这烧麦 那就要一个地道 羊肠串不够了 我在新子宁上这吃的 新子宁一人二十串羊肠串 这些羊肠串 这些牛肠串就坏 我是更喜欢吃牛肉的 羊肉的 吃几个羊肉的 五个 五个 美女 美女 叫美女 不行 老板 再加五个 再加五个羊肉串 好嘞 谢谢 把这个盘子拿走 来 这是什么 馅儿饼 馅儿饼 不是 你爸爸也做过两个吗 给我大一点 嗯 爸爸做的没人在做的好 嗯 这个 跟到北京没区别 我觉得你做的更好 是吗 因为你的更大 那个小马屁拍的 行 爸爸那是肉饼 这个叫馅儿饼 我喜欢肉饼 行 过两天给你捞肉饼 行 OK 所以这个饼好吃吗 嗯 呀 我喜欢它的皮 我还是觉得烧麦羊肉的 下次来吃 吃烧麦 其实您这是老婆爷的待遇 门丁是老婆爷吃的 双皮奶也是 老婆爷吃的 慈禧太后吃 我跟你说 嗯 他要把这做成 清真呢 这得风靡马来世界 因为这个本身 在北京 就是穆斯林的 就是穆斯林的食物 或者说穆斯林的特色小吃 做这个 都都是穆斯林 叫马来人吃打算 呦 都直接这么吃 小心那汤别流了 它都已经倒出去了 看这饺子 这饺子一看就是手工饺子 大饺子 小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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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就是在这个 或这个 馅儿上 有人私认为 啊 花馅儿征服了洛杉矶啊 征服了你们学生宿舍啊 我要说第二 没人敢才第一 哼 哎 干嘛呢 嘿嘿 真的 人家的答复都是太好吃了 嗯 不错不错不错 他不是这么说 这太好吃了 不是这样 你让我去美国卖饺子来 你摆给人家 人家可不是说太好吃了 你说要钱 哦 这个双皮奶 我跟你说是纯纯的北京宫廷小吃啊 这上的这应该是红豆沙 嗯 嗯 这红豆沙熬的不够细粉 嗯 你尝尝 北京特有名的那个老四号叫什么来 这么多年不在北京 混了 想不起来了 买水 奶酪味 啊 对对 奶酪味 你们都吃饱了吗 喏 那你你吃什么 快剩下的我都打扫了 不能浪费 最后有战斗力的就是我了 我说明智 我早上无痒 30分钟 有痒了一个小时 嗯 哎呀我去买蛋 你看这一家的太能吃了 不是 转性毛肝的 买这个 是中国 就剩了两瓣蒜 这个肉 哎 人家送你们的西瓜 把你吃了 终于吃西瓜了 别浪费 喏 我不想吃 我不饱了 再吃肚子都得炸了 好 实际蒜羊蒜 鸡肉蒜 多少个门丁 多少个烧卖 多少个饺子 太厉害了 把酒损着 我跟老板说了 下次不用做 这他不在 好吧 你面子呢 老板一直说请你吃饭 你说没再请个屁啊 下次再请吧 今日消费156块吧 嗯 等吧 回家午睡 谢谢 谢谢 谢谢